因為疫情 現在多了人會玩一些護衛活動 例如跑步、去露營、露營或行山 不少這些人做完運動後會有失痛的情況 然後過來求診 他們大部份都是我們說失關節過勞 即是說是失步附近的組織 因為過勞而引起的痛症 對他日常生活都帶來很多不便、困擾 可能走路的時候會痛 又或者上樓梯的時候都會痛 很多人一帶過了一個星期後都會痛 不去處理好就變成長期的慢性痛症 失步過勞的原因主要是你本身自身的能力 以及你將要去挑戰的運動是不合乎比例 簡單來說就是你本身沒有什麼做運動 然後你下肢的肌肉力量是不夠 但是突然間你要去挑戰一個比較難的山 或者去跑一個很長的距離 那就很容易會形成這個失步過路了 有些人可能會問我平時都有健身的習慣 為什麼我行山之後都有失痛呢 其實好取決於你本身健身的訓練貨表 是否有鍛鍊開下肢的肌肉 如果你本身都是主要是訓練上身的話 即是你沒有好好操好下肢的肌肉 其實你某然去行山都會令到你有失步過路這個情況出現 另一類人常見就是他們本身走樓梯的時候有一個懷習慣 導致崩下脂肪墊發炎 通常那群人他們走樓梯的時候就會懶了 即是伸直直腿抖下去 就沒有用到自己的肌肉去支援自己的關節 久而久之就會令到這個位置發炎 這種病人可能睡覺也會痛 或者不動也會痛 還有有機會會有發熱的情況 另一類人可能本身會有做一些深蹲的運動 因為看完一些網上的影片就試試自己做 但他們因為沒有人教過他們怎樣做 動作做得不好或者做錯了都會令到他們有失痛的情況出現 正確的深蹲應該怎樣做呢 通常我們就會肩膀和半關節成一直線那麼闊 即是薑尾尾向外八字 然後我們下的時候盡量膝頭的菠蘿蓋指向前面 我現在示範一次 如果我們想預防失痛 其實我們平時都應該可以做一些下肢肌肌鍛鍊 我們下肢肌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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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镜需要用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